早 嗨 大家好 我是Smarling 今天在高雄 在哪裡? 好 等一下 先走著馬路 先過馬路 OK 看到沒有 我的島前 有一個很大間的店 哇塞 原來這麼大 OK 下面就是 高雄吃有名的咖啡店 裡面有很厲害的胖 它已經開越來越多的粉店了 OK 要過嗎? 現在就是要來朝鮮 聽說它的鹽 可頌 它就是台版Sterbuck 對啊 你看它越開越大間 好 它就是東一 每天出爐 添加防腐劑 就是你嚇你爬就要趕快吃完 網路的人說喔 它有夠好吃的味道就是 那個鹽可頌 這就是它有名的鹽王胖 對 你看 這個 鹽胖 鹽胖儘管有鹽是不是? 對 嗯 就這樣黏著幾粒海鹽 裡面有奶油耶 不錯吃 但是 我有吃過 又比較好吃耶 但是它已經有中上的生肚 但是它表面加一點切豆下去 我老的 一百分的 就差這麼一點點了 加油 吃雞雞菠蘿 有什麼雞雞在裡面 四塊塊 有鹽內啊 菠蘿的感覺 沒什麼好說的耶 喝咖啡 這杯就是 西西里萊姆咖啡 裡面有一個萊姆的 然後是黑咖啡 哦 很特別耶 我第一次吃這種咖啡的咖啡 喝下去的時候 是酸的先出來 感覺涼和酸的 很激 但是它的後面就有 黑咖啡的咖啡 咖啡 慢慢的出來 有一點點補充的層次 這樣 實在是很特別耶 我是一個 隔壁拿鐵的 喝一口我就知道 喝喝喝 還是不喝喝 這樣 不加糖 但是是喝喝的 咖啡糖應該是喝喝 比星巴克還比較熟 對 跟大家說 這裡的心理很好耶 現在平日喔 已經是默默的人 OK 香的部分 就是 我就覺得OK 不錯這樣 這間的特別就是 它剛才跟美國 有很多不同的 類型的香 我剛才說 我吃過最好 吃的鹽可頌 在哪裡 你可以私訊我 它就是在 星巴西裡 裡面 吃QQ 外面切切的 然後 有發出很香的味 好 我不能在這邊 幫別人打廣告 這樣很奇怪 好 大家繼續 喝咖啡 掰掰